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一般上看到的莓果类可以进一步分为聚合果和浆果 聚合果像是蓝莓、黑莓和覆盆子 糖分较低、生糖指数也较低 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的生活小学堂就为大家讲解 也介绍适合大人小孩吃的聚合果面包布丁 蓝莓、草莓、黑莓、覆盆子 除了颜色,外形稍有不同 这些水果有什么分别? 酱果其实也叫berry 其实酱果它有一朵花里有一个脂肪 它有ovary脂肪 它从一个ovary脂肪里面产生的水果 所以berry的栗子其实是有 香蕉、葡萄、蓝莓和奇异果 然后聚合果呢 其实一个在花里 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小脂肪 在一朵花里 如果它从不同的脂肪成熟之后 它就会形成水果 好像它的栗子是有草莓、黑莓、还有覆盆子 好像你看看 在草莓方面 每个种子就是一个小果实 这两大水果家族的营养成分又有多大不同 其实我们也不必太在意 它到底是聚合果还是酱果 因为其实这聚合果还是酱果不会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反而更取决于这个水果它本身里面的营养成分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几种莓果类啊 像草莓、蓝莓、覆盆莓、黑莓 这些莓果类呢 它其实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 所以它可以帮助减缓衰老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主要最高的抗氧化呢 蓝莓会是最高的 那跟着这个新加坡保健促进局这个营养成分的资料库就显示呢 以维他命C的成分来说 其实像是草莓、覆盆莓、还有黑莓 它们的成分呢 就会比蓝莓还有蔓越莓高至少一倍 那糖分的话呢 其实蓝莓属于比较偏高的 像100克的果实里面就有10克的糖分 那相比于其他四种莓类呢 它们的糖分呢 其实是大约3到5克之间的 那纤维方面呢 覆盆莓啊 它的那个纤维就也比较高 无论是聚合果或是浆果 除了直接食用 许多人都喜欢用它们来制作好看好吃的料理 尤其甜点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 如何用覆盆子、蓝莓和黑莓 制作面包布丁 我们需要是 混合框 两粒鸡蛋 牛奶 面包 奶油 芬芽 芬芽 粉 和 芬芽 第一步我们把牛奶放在锅里面 放进那个鸡蛋 先把奶油放进去 最后把香草精油、肉桂粉放进去 混合均匀 然后把它搅 然后我们把面包切起来 就把面包放在一个碗碗里面 可以放一层先 然后把刚才搅好的东西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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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把碗放入空气炸锅里 175度 火15分钟 面包布丁就完成了 而剩余的莓果应该如何收藏 才能延长保存期 放入冰箱之前 最好你是用一些纸巾把它包裹起来 或者那个容器是可以有气孔 可以透气的 那可以促进这个空气的沿通 那就不会让它在里面变得很潮湿 那就很容易腐烂 那当然有些时候 有些人也会想要把它拿来烘烤 烘烤也是一个 可以让它耐得更长时间的一个做法 但是烘烤的这个过程 和冷藏不一样 冷藏可以让营养保留不流失 但烘烤对于一些 对热比较敏感的维生素 像是维生素B群 维生素C群的 它就容易让这个维生素所流失 那如果你还想把它耐得久一些 你也可以放入那个冷冻库 把它冷藏起来 这样的冷藏法呢 可以耐上至少好几个月的 冷冻的莓果 还可以做成清凉解暑的 莓果酸奶冰棒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混合冰淇淋 我们需要混合冰淇淋 希拉酸奶和蜜糖 首先我们把混合冰淇淋放进 混合里面 然后把酸奶放进去 然后把它搅一下子就好 现在我们要把蜜糖放进去 然后可以放多一点 玫瑰菜里面 把它搅多一次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模型里面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冰淇淋里面 等几个小时就好了 虽然莓果营养丰富 但营养师建议 要摄取多样化的水果 才能满足不同的营养需求 每一种水果的营养成分 对身体有不同的益处 并没有所谓的超级水果 那这些莓果类呢 它们的甲含量也比较偏低 所以非常适合那些 如果患有肾脏疾病 需要控制血甲含量的 这些病人所食用 营养师也提醒 食用之前要注意检查 浆果和聚合果 是否出现发霉或是粘稠状态 确保水果新鲜能安全食用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